踏入三月, 有時候要換季了 不過今年的時尚趨勢 究竟哪種什麼顏色和元素呢? 想緊貼著潮流, 別讓人覺得你老套 那次要問一下形象設計師Cindy 你好… 又請你上來看看 關於潮流時裝上的問題 其實今年流行什麼顏色呢? 今年其實有四種顏色很流行 有一種只是年色的 是長春的藍色 長春的藍色就是我身上的這隻藍色 有一點點… 天胸, 你覺得全藍 還有這隻藍色 看上去令人很舒服, 很放鬆 令人覺得很輕鬆, 很放鬆 我覺得多一點都可以舒服 好像想睡覺, 我看得到天胸 是否男女都適合穿這種顏色? 對 男女都適合的 待會我們可以說如何塵法 另外三種顏色 第二種顏色就是水仙黃色 水仙黃色就像啤啤袋 這隻黃色 這麼鮮? 對 看上去好像很精神 對, 很精神 而且就算亞洲人, 黃皮膚人 都很適合這顏色 好, 然後呢? 第三種顏色就是蜘蛛絲粉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一種粉紅色 這個顏色是比較溫柔的粉紅色 例如這些很柔和、很舒服的感覺 比較粉嫩 有點像豆沙 但沒有那麼暗 對, 正確 然後第四種顏色 就是當你很睏 會想起的 就是Mokka色 有點像頭髮上的顏色 很潮流 對 當然, 這四種顏色是今年主打的 但也要視乎你自己的膚色 看看哪種配合這顏色 例如… 例如我們較深的顏色 例如我喜歡曬色 又或者偏黃的 就配合什麼顏色 對嗎? 偏黃的顏色 就配一些蜘蛛絲粉 也很出色 水鮮黃色也是很出色 但如果皮膚偏白的顏色 就配合Mokka色 顏色就說了 不知道今季的時裝 應該流行什麼元素呢? 主要的元素有三個元素 第一個元素就是迷你裙 當然, 這是女士們很流行的 超迷你短裙 但男士都可以大膽一點試穿 不過是類似裙褲款的感覺 可能裡面是褲 但外面可能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 對, 躺起來有些動感 第二個元素就是一些圖形的東西 就是流行一些花、草原的圖形 也很流行 第三樣東西就是鮮鮮的顏色 放在身上 即是在身上撞一些比較撞色的感覺 就像這隻黃色一樣 對, 橙、黃色 這些比較繽紛、開心一點的顏色 就說說這隻黃色 或者這雙耳環的黃色 應該怎樣配合 它都這麼鮮鮮 應該穿什麼衣服呢? 對, 其實我覺得配色非常重要 配色簡直是前身滑龍點睛的感覺 所以如果覺得全身黃色很難搭配 用這個啤啤袋 或者用這雙耳環去搭配 其實就很出色 你今天黑色呢 這個也可以 譬如一流行水仙黃 對 所以我不想這麼… 全身好像黃色 全身黃色 對 我配這個啤環 可能全身應該穿什麼 然後配合黑色也可以 對, 今天這樣已經… 我下面掃一點的顏色 你這樣配合這個 這個更突出 但我真的很想知道 其實除了顏色方面 其實物料也很重要 物料方面有沒有說流行什麼呢? 對 今年在物料上 其實很流行通暗通的東西 其實你可以全身穿同一顏色 但物料上可以不同 譬如上身配薄針織、下身西裝料 這樣用質料去配襯 但顏色可以一樣去做 但飾物也可以用一些… 例如紮染、棉布, 都是很流行的 不如我們詳細說一下配色方面 好 我們先說什麼 我們先說說眼鏡 好, 眼鏡 剛才我也說過 有粉紅色、長春藍和黃色 我帶了這幾副眼鏡 都有這些元素 例如這副眼鏡 它有長春藍的感覺 看起來很舒服 而且是透透的 對, 我看到你今天戴上來的眼鏡 全都是有點漸變或透明 是否也流行這個類型 是因為今年流行一些 類似半透明狀態的感覺 整個春藍… 看看小紙和藍色 看看小紙戴上身 可以嗎?有沒有感覺到 我知道 它的鏡子雖然好像透明 但你可能反光一點 也會看到它有一點藍色的感覺 就沒那麼單調 也可以穿藍色衣服 整個風格也是嗎? 對 另外, 剛才我提到的Mocca色 這副眼鏡也有這個元素 而且它的物料是白色的 對 Mocca色的人像Phoebe 對, 讓我試一下 Phoebe的髮型也適合現在流行的 是一個風格 多漂亮 但如果我配這個眼鏡 下面應該配上甚麼顏色的衣服 下面可能配上白色 或者比較隨便的 其實不需要全身都是Mocca色 是 下面配上白色, 放鬆一點 其實眼鏡就會更出色 我們剛才說完黃色的耳環 不如說其他耳環吧 對, 剛才我們說 今年很流行藍藍紫紫 對 我看到你的手色、配色、頸 都是比較誇張的 比較大一點 對, 因為我覺得 如果穿衣服 不是經常穿得很誇張 是 當然, 你們幕前可能會更多 但可能是普通人 上班 有時候都是素色為主 是 但週末我覺得可以更開心 所以可以選擇一些誇張的飾物 配上去 令事情更合適 又不用太誇張 還有我們今天帶來的飾物 全部都是獨一無二 是 全部都有紫紫色的元素 全部都是人手做 一撞上去就很出 Cindy, 剛才你說 今年流行的主要元素 只是花花草草 是否真的跟大自然有關 對, 今年很多設計靈感 都來自森林、Safari 大自然的感覺 除了耳環之外 你看到這幾條頸鏈 都是一些誇張動物的元素 有花花、有草草 還有很多手工做的 全人手做的動物、帽子 帶上去很獨特、很突出 但可能有些人 不是經常想帶這麼誇張 有否配色可以每天都帶著 如果不想太誇張 每天都帶著 就像我身上的耳環和頸鏈一樣 我的頸鏈用了紫紫去做 簡單一點 另外也有少許動物的元素 有小小兔 另外就是我對耳環 我對耳環 我對耳環貫穿今年最流行的 長春藍色 但物料上用了水泥去做 又獨特又可以適合潮流 好, 又獨特又適合潮流的話 我覺得這些帽子也很特別 可不可以講解一下 這些帽子全是我們人手紮艷製的 所以每一款都只有一頂 獨一無二 我這個頭髮應該適合這什麼帽子 我覺得你其實可以玩繽紛一點 我覺得鴨嘴帽 鴨嘴帽 鴨嘴帽, 但撞了幾種顏色 好像很繽紛的 也很好搭 例如你下身, 搭T恤、牛仔褲 再撞一個這麼繽紛的鴨嘴帽 已經很突出 不知道魚膚帽應該適合什麼髮型 如果魚膚帽 如果魚膚帽的頭髮會長一點 有些量度的話 但魚膚帽就適合了 可能給女生長頭髮 但魚膚帽還可以看到頭髮 另外, 這裡有些大袋 對, 之前幾季都流行超迷你手袋 但今年春夏便流行大袋 例如這個橙色這樣 對, 很鮮明的 鮮明的, 鮮明的 而且全都是防水的 很適合現在用 那是否流行鮮色的顏色 對, 因為現在很流行鮮明的顏色 整個身體都可以做一些比例上 有些對比, 強烈對比的顏色 這樣就很適合 但我想知道現在疫情嚴重 我們經常用這些手飾、耳環、頸鏈 例如大衣或是袋子, 怎樣可以清潔 剛才我提到的防水袋 最容易清潔 因為整個都是防水的 連拉鏈的位置都會防水 所以紋理可以噴一下, 用消毒 甚至用花灑噴它也沒問題 眼鏡應該怎樣清潔 眼鏡我真的要提醒大家 千萬不要用酒精去洗它 因為酒精洗眼鏡 絕對會影響眼鏡的顏色 以及鏡片的質素 所以怎樣清潔眼鏡最好呢 就是用肥皂 用肥皂去洗它、擦它 清水洗, 用肥皂 其實已經可以洗到污漬和細菌 所以也是很重要的 我懂得怎樣清潔 其實我和Phoebe很想 讓你幫我們襯一套漂亮的衣服 是 好, 沒問題 讓我幫你們大變身 好 水洗, 用肥皂這個 用肥皂去洗淨 但是鍋蓋, 用肥皂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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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肥皂在天炭 放入肥皂的衣服 然後奪在身上 量點火 蓋, 補充避 再用肥皂的衣服 要來熟 使用肥皂的衣服 Cindy… 我們現在已經換上你為我們準備的服裝 我覺得整個人的感覺很清新 很清新 我看你們穿剛才的肩膀穿起來 很舒服、很放鬆 有度假的感覺嗎? 有… 而且我很喜歡穿套裝 因為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搭配 已經覺得穿上身很一致 很年輕, 配襯了這個袋子 對, 加上這個袋子 這麼有趣的啤啤造型 我覺得整個人變得更青春 而且你貫穿今年最流行的粉紫、粉紅 還有你身上的眼鏡 我覺得眼鏡和衣服的色調很一致 對 而我覺得我很喜歡藍色 而今天全身都有不同的藍色 放在一起, 我覺得很漂亮 最重要是皮鞋是配襯長虎 看不到短褲也可以 其實短褲配襯皮鞋 反而感覺上更拉長了一個人 今天你的新的造型 由眼鏡和腳都是藍藍色的 但也貫穿了不同的物料 對 例如袋子是充電的 衛衣是用一些特別的布料 然後短褲又用鐵圖去做 全身都配襯了 但其實是同一個色調 對, 我看到上身這件衛衣很大 而且如果袋子很大的時候 我覺得自己很健碩 對 小娘, 我想問 其實我們有這麼多配色 最重要是要注意配搭相片 有什麼呢 千萬再提醒大家 千萬不要全身多過兩種顏色 或者三種顏色 這樣就會令事情很累積 記住, 配色是替我們畫龍點睛的 所以切物太累積了 而且記得有什麼顏色 可以配合自己的膚質 好, 最後再說一次 今年是哪種顏色 今年是長春藍 水仙王 蜘蛛絲粉 在芝士芯上面這些 還有最後是Mocca色 謝謝你, 今天謝謝Cindy 我是配搭得這麼帥氣 謝謝